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应许之地的最南边 但是上帝的带领却不是这样 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先去绕到约旦河以东 想要走王道是当时候的一条国际通商大道 所以要先借到以东人他们西边的金华区 可是以东王不愿意甚至派兵出来威胁他们 因此他们就撤退 然后决定绕过以东的南边 经过以东东边的旷野 再往北一点磨压东边的旷野 然后慢慢的再往西 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披斯加的山顶 在这边就可以观看到约旦河以西流乃与密的应许之地 但是这边不是渡河的好地方 因此他们需要继续往北走 往北走就遇到强大的居民 就是亚摩利人 亚摩利人是那时候在整个应许之地的南边 约旦河的西边跟东边都有很多的亚摩利人 他们是应许之地那个地方最强大的敌人 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只是要借到 因为应许之地原本指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只包括约旦河以西的 都没有包括约旦河以东 而现在他们想要借到约旦河以东 这叫亚摩利人的王西红他们的境界 以色列人拆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红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 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 也不喝井里的水 只走大道 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西红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 就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 要攻击以色列人 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 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 得了他的地 从亚嫩河到亚伯河 直到亚门人的境界 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奸累 21节上说 以色列人就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红 如同当时候先写信 拆遣使者去 跟以东的王借道一样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 我们不会偏入田间跟葡萄园 也不喝井里的水 直走大道 原文是王道 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但是西红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 就召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 要攻击以色列人 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 这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他也没有别的路 可以进应许之地 他一定要借到亚牧利人的王西红 他们的土地 所以这一战无法避免 但上帝就与以色列人同在 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 得了他是指亚牧利人的王西红的土地 从亚嫩河往北到亚伯河 亚伯河再往北就是亚门人的境界 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尖累 所以呢 就是这场战争 以色列人打败了亚牧利人的王西红 夺得了这个 从南边的亚嫩河 一直到北边的亚伯河 这一块亚牧利人的土地 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 野住亚牧利人的诚意 就是西石本 与西石本的一切乡村 这西石本 是亚牧利王西红的京城 西红曾与摩押的先王征战 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 直到亚嫩河 所以那些做诗歌的说 你们来到西石本 愿西红的城被修造 被建立 因为有火从西石本发出 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 烧尽摩押的亚尔 和亚嫩河丘坛的祭司 摩押 你有祸了 基末的名呢 你们灭亡了 基末的男子逃奔 女子贝鲁 将赴亚摩利的王西红 我们设了他们 西石本直到敌本 进阶毁灭 我们使地变为荒场 直到挪法 这挪法直言到谜底巴 这样 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整个约旦河以东的地理位置 最南边是以东 然后呢 以东的北边 以萨列西跟摩押做交界 而继续往北走 摩押是用亚嫩河 跟亚摩利王西红的领土 做交界 而再往北走 是亚伯河 亚伯河就是亚摩利王西红 跟北边的亚门人的交界 经文告诉我们 这个西红他的首都 叫做西石本 其实是他们以前 从摩押人手中抢过来的 那这个西石本 你会在读旧约的时候 他会一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之前是属于摩押 后来被亚摩利人占据 后来又被以色列人占据 分给了流便 可是后来又变成是给了加德 后来又被亚门人侵占 后来又被摩押人抢过去 所以呢西石本呢 基本上是约旦河东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那些做诗歌的说 你们来到西石本 愿西红的城被修造 被建立 接下来这首诗歌 他其实主要是要证明一件事情 以色列人并不是从摩押人的手中 抢来西石本跟他附近的土地 以色列人是透过战争 从亚摩利人的手上 来夺得这块土地 所以日后 摩押人跟亚门人都没有权利 要以色列人归还领土 因为以色列人认为 他们是从亚摩利人的手中 夺到这块土地 所以呢你们来到西石本 愿西红的城被建造被建立 这首诗歌主要是讲说 当时这个西红是怎么样攻下西石本 跟西石本附近的土地 因为有火从西石本发出 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 烧尽了摩押的雅尔 和雅嫩和丘坛的祭司 摩押啊你有祸了 基某的名啊 基某是摩押的神 所以摩押的神基某的名啊 你们灭亡了 基某的男子奔逃女子贝鲁 交付亚摩利的王西红 我们设了他们西石本 直到底本 底本就是已经到摩押的南部 接近毁灭 我们使地变为荒场 直到罗法 这罗法直言到米巴 这样以色列人就住在 雅摩利人之地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这首歌主要讲什么 讲说这个日后 摩押人跟雅门人 他们没有权利来要求 以色列人归还这块土地 因为这块土地是以色列人 从雅摩利人的手中夺得的 然而呢 我们要想说 这个这样子宣称他们没有权利 要回这个土地的意思是什么 就要回到之前的创世纪里面 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呢 上帝曾经告诉 这个亚伯拉罕 他说 整个这个迦南地这边 都会赐给你们 那但是呢 要等到四百年之后 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赐给你们呢 因为现在 住在里面的雅摩利人 他们的罪孽 还没有满盈 这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 那当然 整个亚伯利人 他们占据了迦南地区 很多的领土 因此呢 对以色列人来讲 他会认为 其实四百年前 上帝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 说有一天 我们等到亚伯利人 罪恶满盈那一天 上帝就会派我们 作为他刑罚亚伯利人的工具 会把他们灭尽 然后呢 把他原本赐给亚伯利人的土地 转赐给我们以色列人 所以呢 你们摩押人跟亚伯利人 没有权利来跟我们要求 亚伯利人的土地 摩西打发人去窥探亚蟹 以色列人就占了亚蟹的正式 赶出那里的亚伯利人 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 巴山王厄 和他的众民都出来 在以得来与他们交战 耶和华对摩西说 不要怕他 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 并他的地 都交在你手中 你要带他 像从前带住西石本的 亚摩利王西红一般 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 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 就得了他的地 巴山在哪里呢 巴山就是从黑门山以南 这块区域 还有加利利海以东这块区域 就是巴山 那在里面的这个民族呢 叫做立伐英人 那巴山王厄传说中是个巨人 就是很高大 在这个生命纪第三章十一节 有描述到 巴山王厄他的铁床 长就有九轴 多长呢 大概四公尺左右 哇 你就知道他真的身材高大 因为立伐英人 他们跟另外一个巨人 雅拿族人 有血缘的关系 所以呢 这边我们看见 巴山王厄 也与他们来交战 十四三十四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不要怕他 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 并他的地 都交在你的手中 你要带他 像从前带 住在西石本的亚摩利王西红一般 于是 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民 并他的 众子并他的众民 没有留下一个 就得了他的地 这边让我们看见 原本以色列 他只是要借到北上 然后方便他们往西 渡过约旦河 去得地为业 但是由于 亚摩利人王西红 以及巴山王厄 他们出来 跟以色列人交战 所以神呢 也借有这个机会 就审判了 他们四百年来都不悔改的罪恶 就把他们的地 就给了以色列人来继承 所以呢 以色列人就因为这样 就得到了约旦河东 一大片的土地 这个本来不是他们计划里面的 但上帝在这个时候就赐给他们 那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 主啊 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想过 他们可以打败 在迦南地区 最有实力的亚摩利人 他们也没有想过 他们可以打败 这个高大的巴山王厄 主啊 神若帮助我们 主啊 谁能抵挡我们呢 因此我们有时候 不要怕错对象 我们应当怕所当怕的 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 主我们也看见 你之前 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你是很愿意继续给亚摩利人 他们四百年悔改的机会 但主他们都没有把握 因此你之前 所赐给亚摩利人的土地 就把他夺回来 转而赐给以色列人 主这给我们一个警醒 主啊 我们如今能够拥有什么 很可能也是 其他有一些人 因为不敬畏神 神就把原本赐给他们的 恩赐能力 机会 才干 转赐给我们 但主我们得着之后 若跟他们一样 不敬畏神 神也会再次把他夺走 转赐给敬畏你的人 主这叫我们 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敬畏你 不可以轻蔑你的命令 主要走在你的正道上 我们才能够 长长久久的 成为神愿意使用的器皿 奉主耶稣的您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宜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100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人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宜的影片 以及100首动听的天运事歌 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为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赐助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读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真的成为更多人 小钱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